大家好,我是肖恩 2017年8月10日 居住在恒国经济道城南市的49岁金女士 被一位当地社区中心的社工报告了失联 她告诉警方 金女士一直以来都是依靠领取基本的生活保障金而维持生计的 可是整个7月都过去了 她却没有看到金女士来领取 于是便去到了金女士的家中找她 结果发现她也不在家里 出于担心 她便向警方报告了情况 接到报案后 警方很快来到了金女士居住的社区进行调查 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警方的询问 大部分的居民 甚至是金女士的家人都对她的失联不以为然 她们表示 金女士虽然智力较为低下 但并没有达到无法正常生活的程度 更何况 她经常会长时间地离家出走 并且在每次出走之后 没过多久就会像一条狗一样主动回家 因此对于警方的调查 这些居民都认为是大惊小怪 可警方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她们从接到报案开始 就一直在寻找金女士的下落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的收获 首先 她们根据卫星的信号 发现金女士的手机 7月14日在南洋州关机了 并一直没有再开机过 因此也无法利用手机的定位 获取位置 其次 金女士没有银行卡的曲线和消费记录 据说她平时购物都是付现金 可当时的警方去调查了 这些超市便利店的人 也都说没有见到过她 最奇怪的是 她甚至没有打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的记录 金女士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因此警方怀疑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联事件 很有可能涉及到恶性犯罪 于是便立即对金女士身边的熟人进行了调查 从她们的口中 警方得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金女士在失联之前 被自己的同居男友给打了 甚至还有邻居目睹到 她的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难道金女士的消失 只是为了躲避打她的同居男友吗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 警方很快找到了金女士的同居男友 崔某 询问了她这些传言是否属实 当时崔某很委屈地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打过她 也不知道她为何会离家出走 并表示 周围居民对她打人的谣言指控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 她根本不知道是谁在传播这些抹黑自己的话 对于崔某的说法 警方一时半会儿也无法确定是真是假 想要验证这一点 她们就需要找到传言的源头 经过多方询问 她们最终确定了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 她就是金女士十年的好友 55岁的李某 据李某交代 当地社区的墨兰市场 每五天就会举办一次社区聚会 她在7月14日的聚会上见到了金女士 金女士当时告诉她 自己被同学男友崔某给打了 想要逃去光州躲避男友 而7月19日 李某又再次在聚会上见到了金女士 当时的金某对她说 以后每次的聚会他们都要一起玩 可是就在这一次的聚会过后 金女士便消声匿气了 尽管李某当着警方的面 表达了对于金女士违背承诺的不满 看上去就像是至交好友一样 但警方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她证词的漏洞 首先根据之前的调查 金女士的手机在7月14日就已经进入了关机的状态 而李某却说自己在7月19日还见过金女士 这中间足足五天时间 金某没用手机联系过任何人 是明显不符合情理的 其次 李某说自己在7月14日和7月19日的两次聚会上 都见过金女士 可社区的聚会上这么多人 警方在后来的聚会中都问过他们 所有人都表示并没有见到过金某 说金某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是7月14日之前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 李某明显是在撒谎 而如果他心里没有鬼的话 是根本没必要这么做的 于是警方合理怀疑 李某是导致金女士失联的犯罪嫌疑人 便开始对他进行了秘密调查 因为金某是7月14日彻底消失的 所以警方首先调查了李某 在7月14日这一天的行动轨迹 据李某在墨兰市场的熟人透露 李某每次来聚会 都是由他25岁的儿子朴某租车载他过来 7月14日当天也不例外 于是警方找到了租车公司 通过该公司提供的GPS记录 他们发现 7月14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 儿子朴某驾车来到了墨兰市场 不久后车辆再次启动 于下午2点30分抵达了江源道的铁园 与李某分居多年的丈夫就住在那里 所以这趟行程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探亲 可是有一点未免过于巧合了 那就是李某说金某去了光州 但金某的手机却是在7月14日中午在南洋州失去的信号 而南洋州就在由陈南市前往铁园的必经之路上 所以李某当天完全有可能也将金某带去了铁园 但是他却选择了隐瞒 警方猜测 金女士可能已经遭到了李某母子的谋害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 警方将儿子朴某传唤到了警局 询问他 在7月14日是否有前往铁园 令人意外的是 朴某竟然否认了这一点 他说自己后来去过铁园两三次 但7月14日并没有去过那里 如此明显的谎言 让警方更加的确认了 李某母子绝对就是金女士失联一案的罪魁祸首 所以他们马上向法院申请了逮捕令 法院在11月24日正式批准 警方正式逮捕了李某母子二人 虽然此时的警方还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 能够证明他们的罪行 但警方相信 只要去到铁园李某丈夫的家中搜查 就能够找到关键的证据 于是他们马上前往了铁园 在李某丈夫位于铁园的家中进行搜查时 李某的丈夫一直都显得非常的焦虑不安 后来她以上厕所为由离开了现场 警方一开始并没有将她的这一行为放在心上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 李某的丈夫都没有回来 这让警方不得不出去找她 令人诧异的是 李某的丈夫并没有畏罪潜逃 而是在家附近的一个骨仓里面上吊轻声了 警方感到很奇怪 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表明李某丈夫是犯罪嫌疑人 仅仅只是在她的家中进行正常的证据搜查而已 她却直接选择了亲身 她的这个行为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一直在撒谎的李某一家三口 肯定就是谋害金女士的真凶 于是警方又对李某母子进行了审讯 他们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来向两人施压 最终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 李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最终承认了谋害金女士的事实 据她回忆 案发当天也就是7月14日 她在墨兰市场的入口处等到了金某 利用金某对自己的信任 轻松将她哄骗上了儿子租来的车上 随后递给她一杯溶解了20颗安眠药物的咖啡 让金某陷入到了深度睡眠中 到达铁园之后 李某与丈夫儿子一起 将金女士掩埋在了丈夫家附近的花园里 根据李某的供词 警方最终找到了金女士的身体 她被埋在50公分深的土地里面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月 所以全身都是严重毁坏的状态 法医在金女士的鼻孔里还发现了不少的泥土 这意味着金某被埋葬的时候还活着 并且埋葬后还呼吸了一段时间 对此李某的儿子也承认了 她在将金某抱下车时 的确听到了金女士的呼吸声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让李某一家人要用这样残忍的手段 来谋害金女士呢 面对这一问题 李某表示她对金女士积怨已久 据说在2016年的5月 李某的儿子朴某因为欠税的问题 而无法签署购车合同 李某为此找到金女士 希望金女士同意朴某以她的名义 购买一辆二手车 但遭到了金女士的拒绝 这让李某非常的生气 一个月后 李某在金女士的家中 盗窃了她的存钱罐 以及部分生活用品 被金某的同居男友发现了 并报了警 不想被警方惩罚的李某 在当时要求金女士帮自己撒谎 谎称自己所偷盗的财物 都是受金女士所托带给她的 但同样遭到了金女士的拒绝 最终导致李某被罚款了100万韩元 这两件事都让李某对金某怀恨在心 她越想越觉得金某本该对自己言听计从 但现在她不仅不听话 反而还敢违背自己的命令 于是她决定谋害金女士 并在案发前一周 说服了没有工作的儿子朴某一同作案 乍一听 似乎李某的作案动机还是比较充分的 但警方还是对李某丈夫的亲身选择无法理解 要知道 李某丈夫当时甚至都不是犯罪嫌疑人 她为何要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呢 而李某既然和丈夫已经分居了多年 在感情淡薄的情况下 对方为何又要帮她犯罪呢 于是警方对李某再次进行了审讯 直到最后 李某才交代了犯罪的真实原因 原来 李某想要和分居的丈夫离婚 但丈夫并不同意 所以她一直对此很苦恼 2016年5月 李某终于想出了一个歪主意 那就是将智力低下 并且对自己异常信任的好友金女士 带到了丈夫家中 下令让她和自己的丈夫发生关系 李某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构陷丈夫有外遇 这样不仅能够让丈夫同意离婚 而且自己还能分到更多的财产 谁知道金女士回家之后 便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她的同居男友崔某 崔某便立即打电话质问李某 为何要让金女士做这样的事情 面对对方的咄咄逼人 李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同时她也害怕这样不光彩的事情 会被金女士在莫兰市场的聚会上大肆传播 因此她便对金女士起了歹意 最终在儿子和丈夫的帮助下谋害了金女士 而李某丈夫之所以会在警方调查时选择轻生 一方面是畏惧惩罚 另一方面也是羞耻交加导致 案件调查到这里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2018年4月 法院以谋害和遗弃身体的罪名 一审判决的李某有期徒刑22年 嫖某有期徒刑15年 非常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 判决宣布之后 李某认为法院对她的处罚太严重 不仅坚决否认是自己下令让金女士和丈夫发生关系的 还否认了自己是为了隐瞒这一世界而谋害的金女士 于是他们母子当庭就提出上诉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法院经过仔细的研判之后 表示一审判决的结果量刑太轻 因为李某作为金女士相识十年之久的朋友 不仅借助对方低下的治理水平 以及对自己的信任牟利 而且还采用了极端残酷的方式谋害金某 并且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 李某还用虚假陈述扰乱警方调查 情节相当恶劣 因此在2018年8月10日的二审 法院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增至30年 嫖某有期徒刑也增加至18年 李某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感到气愤 因为在公众的眼中 李某就是典型的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可以让金某牺牲身体和清白 为了自己的名声 他更是不惜谋害金女士的生命 他利用了金女士的单纯和信任 最后也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这和金女士失去的人生相比 也仅仅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痛苦罢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如果你们喜欢本期影片 请记得给我点赞叫订阅 我是肖恩 我们下期再见